天安農食,108元,帶徵狀,而且是一個燕樓效果 燕樓,而且你是即賣即住那一種的 成交座都可以送這個10年的車位使用權給大家 大家可以免費使用10年的 而且就是再送一部65吋的電視 還有送多一個5000元的購物卡給大家 陽光,真的很棒 一個是我們的藍香 好嗎? 看回整個來源 小區的來源 這邊看出來是很開陽的 下面這些河的一個 我們河兩邊的一岸兩岸工程 一些綠度,全部都整齊了 從左到右感受一次 這樣的一線河景單位 其實在這個惠陽湖 這個我們的淡水這邊其實是很難得的 這個這樣的大樓台 其實真的挺舒服 這樣坐著 看著這樣的一個河景 兩夫妻或者同一個朋友 在這裡坐著 聊聊天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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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著 請坐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假就过完了 我们看回国庆所有楼盘的销售数据 发觉真的有些楼盘卖得挺好 当然包括我们今天介绍的楼盘 就是我们天安隆城 天安隆城其实国庆没有做什么特教动 但是它相对销量来说也不差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它这个楼盘有自己的一个优势 其实就是一个价值比较坚平的楼盘 都相对 同样它是一个比较高质素的楼盘 一个我们的环境非常正 还有一个自大非常成熟的商业体 我们现在的位置在我们天安隆城旁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写字楼 这个玻璃锅牆这儿 营销中心就在旁边 在后面那里矮矮短的楼就是我们那个 矮矮你蓝色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来的 天安隆城的一个商业 都是4万平方米的 我们现在卖的一个动数 其实就是我们的算是意期 其实就是在我们后面那里的 就是一个沿着河边而建的一个楼 这边的楼间距来说 看出去其实都很舒服的 看出去这边其实都是很开荣 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平时我们吃完饭下去散一散步 很灵狗其实都OK的 我们说回这个项目 其实它那个所卖的一个壶形 即素产品其实都挺多的选择 包括从小到大 我们就88方的一些小山房 还有106方 就是106方其实就是110方而已 还有129方那些是望何景的 还有大积少少就是去到150平方的了 就是这几个积的一个壶形 选择线计划就是比较多的了 是的 那我们说回一些价单 其实就是说我们的价单 其实最便宜的那些 就是可以去到10800大征装修的 那如果在毛坯那些呢 大概是10500左右的 当然其实网上都有说到 有些是说我们的99800那些 其实那些是一个二楼无稀的 一个大平层的单位来的 是的 四栋的 是的 相对来说 普通我们说回正常的银码 是大征装修的那只会相对抵买一点 10800大征装 而且是一个燃楼项目 燃楼 而且你是积卖积住那种的 不用再扔三个月或四个月这些 是的 喜欢钓鱼这些项目的 就是非常选择 因为其实这边就真的很近河边 包括这些我们的楼间距来说 都是非常英俊 大家众所周知 就是说我们这个惠阳淡水这边 其实就是没有海景的 但是就有一个美的河景 都是挺OK的 你说看这边这样的环境 沿着河边建的那些楼 就是无论是哪个城市都好 无论是说我们这个惠州 还是广州 还是广州 其实都是我们在说的 你叫什么 是缺资源来的一个 叫江景豪宅 江景豪宅 是的 它是用这个词去做的 所以用这个词去形容 所以足以见得其实我们这些 楼盘的质素来说就算可以了 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环境 和这个位置其实不差 包括这里呢 去回我们的惠阳区政府 和我们回到香港 其实都是很方便的 好回去回地铁就远一点 高铁就近一点 就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这个 还有找回我们去购买这个天堂龙城 成交座都可以送这个 十年的车位使用权给大家的 大家可以免费使用十年的 而且就是 再送一部 六十五寸的电视 还有送多一个五千元的购物卡给大家 就是这样的 那么一个优惠力度 都是有点有感象的 都是我们争取回来的福利 随着我们走到这个河边之后 其实实验室申后那个 就和我们一个桥 就是桥头市场那里 就是你以后你平时三步 可以顺便去买一下菜 都是OK的 就是这样的 环境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直接去回我们营村中心 讲回现在在寿的虎营 还有那个具体区域讲解一下 是吗? OK 那我们来到我们这个营超中心 其实现在我们营超中心 就是在我们这个 天安里的办公楼这边 已经搬过来的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 激过不锁止的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在的位置 那我们整个天安隆城 包括前面有个我们天安商场 都是叫我们天安里 这里就加起来整个商业体 那个商业的一个我们的面积 都有成四万平方米 那这个我们的前面一二三栋 就算是我们的早期的产品 那就是环境是挺好的 因为旁边就是我们河边 那我们现在主要在寿就是后边 后边这个二期就是这个位置 那我们稍后再讲讲我们主要家推的动数 那这边就我们天安里这个位置 那是一个自带自己的商业 如果我们在后边走出来这个天安里 那你这里都是行个五六分钟左右 就可以走到的了 那沿着外面的河边 这样散步行回来又可以 或者走这边走出来都可以的 没问题的 那我们天安隆城这里的商业 那墳尾其实来说都算很好的 因为这个位置是非常之近这个老城区 因为旁边的位置就是我们那个 例如说卫阳区政府都在附近的 那包括有我们的影院 还有一些食事 还有一些饮茶的地方 还有一些商场 一个比较大型的shopping mall 那这个位置就是这样 因为它自带的商业体非常成熟的 包括未来的这个我们这个写字楼 这个CBD都在这个附近 那我们再讲回现在我们主要在寿的动数 那中间这个一旗 旁边这个隔着条路 内部路再过来这边是二旗 那这一阵就已经卖光了 那整个小区就取合一个 维和式的一个布局 那中间就是我们这个泳池来的 那整个环境内缘都做得十分之靓仔的 那我们现在主要在寿的 就是我们这个七栋和八栋 这个七栋和八栋是我们主要在寿的会议 那八栋这里包括就是八十八栋 还有我们的一百零六 还有就是说一百三十栋 一百五十栋都有这两栋 那每形的选择性就很多的 那从小到大都有 那最小的八栋都做到我们三房的 那当然如果是说我们七栋这边 那其实货量就会多一点 七栋这边就主要分一二单元 那都是分我们就是做这个一百一十方的一个 我们的三房两位格局 那都是这样南向望回来我们的内缘 包括外面的街景 那五栋这里大家看到了 五栋这个位置 那距离我们七栋这里 那这个五栋就是我们的十七层高的 那即是说你如果是过了我们的十八楼 那这样的楼层 对面选回七栋这里 就可以过了这个五栋这个屋顶 看到外面这个我们的街景 再看得比较远一点的 如果南向的回形就是这样 就是八十八和我们的一百一十方的 这两个积的 那如果是说我们想选择那个 就是大平层 看回河边 那就有这边的 看回我们一个淡水一线河景的一个回形 那就是七栋八栋都有的 那是一百三十方 和我们的一百五十方 一百五十平方的大平层 那这样看回来就很棒 这边看回大平层就这样 因为其实总的来说这边是属于南区 那如果是说喜欢选择无坯楼的观众 那六栋都OK 六栋这个位置 都有我们这个选择性的 那六栋就全部都是无坯楼 那六栋的价钱来说 就是相对来说 它的单价是值得买一点的 一万零五百 但是它是无坯楼 但是我们七栋这里 这边做回这个清货美容洞 是一万零八百 而且是大征装修的 那即是说这些大征装修的 壶形和这个无坯楼的价钱 其实已经是非常之接近的了 那所以这边的一个 我们的一百零一十栋这个弯形 一百零一百零一百二十栋 就是大征装修的 戴 쌤这些是很划算 那如果是说 我们则选到这个大屏屋厙の 大概的一個我們那個在售情況就是這樣 整個樓盤佔地是10.8萬平方米 建築面積都去到50多萬平方米 所以這邊的融積率來說算是非常低的 包括我們自己配置一個我們幼稚園 我們這個在售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再說回我們這個區位情況 我們天安龍城都叫我們的天安星河廣場 大家可以見到這個就是我們剛才的沙盆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商業 說回我們這個天安龍城的一個交通狀況 首先如果是說我們如果是搭高鐵的話 其實我們最近的一個站都是我們這個惠陽站 就是我們下心高鐵的其中一個站點 這裏過去這裏的車程只需要15分鐘這樣的時間 就可以到達 這個我們一站式又可以回到我們的西九龍 是吧 回到西九龍惠陽站回去 我們都是一個小時的時間左右的 如果是說我們經過深圳北那裏再轉一轉線 其實也是都幾方便 我們深圳北那裏下面都有地鐵的 那如果是我們平時如果是說坐到我們深圳北那裏 再轉回地下鐵 再轉回地下鐵回到我們口岸 回到我們羅湖福田那樣都是OK的 那大概車程都是20分鐘的地下鐵時間而已 那這裏我們惠陽站回到這個深圳北 那就只需要半個小時的車程 20分鐘半個小時左右 半個小時再加上20分鐘的地下鐵時間 又可以回到我們羅湖或者福田 就不一定要選回我們這個西九龍那裏班 那這裏就是一個近高鐵站的便利 那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如果我們如果直接是坐回地鐵 那其實這個位置 距離我們最近這個 14號線的沙田站 那確實是有些少遠的 那起碼都要成20分鐘的一個車程 那才可以到達我們沙田地鐵口 就是這樣的情況 那周邊這個如果是說我們搭回我們的巴士 那其實這個天安龍城這裏 那如果我們搭回大概5-6分鐘左右的車程 就可以去到我們這個 有一個惠陽汽車客運總站這裏 那這裏過去這裏 那這裏惠陽汽車客運總站這裏有直達巴士 可以回到我們那個羅湖商業城的 羅湖商業城 那羅湖商業城就是車程是一個小時多少少了 那麽然後就我們票票票只需要45元又可以的 那麽總而來講 那這邊交通配送方式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爲其實這裏我們上高速就很方便 因爲這邊有淡水出口 這裏過去淡水出口只需要3分鐘的車程 3分鐘車程直接上高速 那麽就走粉海高速去我們那個口岸方向 那其實就很方便 就不需要再在下面這裏有兜路 走那麼遠的一個情況去到 那麽我剛才講到這個交通 那麽再講講這邊的一個配套 那配套來講就非常之完善的 因爲其實緊握著我們這個惠陽區政府 這裏的那裏 那麽我們區政府隔離這些配套絕對不會差 那麽包括我們看到這些教育局 輕業銀行 農業銀行 那麽這些寫字樓 那麽其實都在這一閘是有的 包括我們自己 我們這個天安農城 都有我們寫字樓在這裏 是吧 那麽所以整體這個環境 配套規劃其實挺好的 那麽然後呢 就如果是說我們這個天安農城 這個商業不行的情況下 那麽我們再走遠一點 走到去我們前面一點 有一點這個惠陽區政府隔離的天同超市 那麽其實都有一些大一些商業在這裏 那麽包括隔離其實就是我們這個 就成吉的中心 那麽這邊的配套就是沒得講 那麽然後呢 再講這邊的環境 那麽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靠著這個我們河邊的 這個位置就是我們河來的 那麽這個就是我們淡水河 那麽所以呢 這個一線的一個頭牌河景的一個 一個樓盆 那麽這些環境來講真是很舒服 那麽平時我們吃完飯 那麽在下面灑一泡 那麽其實都OK的 那麽還有我們政府在隔離這邊 都平好了一些我們的公園 那麽河邊看的一個我們體育公園 那麽都在周邊的附近是有的 那麽如果喜歡打歌符的 都在再遠一點都可以有個高爾夫球場的 那麽周邊的環境來講就是非常OK的 那麽一個城區一個我們講的現樓 那麽是一個比較高質素的一個樓盆 那麽來的 那麽我們整個天堂龍城 那麽之前的那麽真的抵買很多 那麽以前的那麽都差不多 那麽接近兩下 那麽毛坯那麽的價錢進來的 那麽起碼去到 那麽七左右 那麽六七左右 那麽我記得Yuki呢 那麽之前買樓時都應該看過這麽 那麽幾年前 那麽慢慢多說 那麽我們直接去我們那個示範單位 那麽看一下我們那個現在在售的那個烏形 那麽我們來到這個天堂下面的地下車庫 那麽我們就把這一面都展示給大家看看 那麽我們整個天堂都是做到人車分流的 那麽扶一扶二層的停車位 那麽車位就出了220元一個月 那麽我們看一個屋卷入住了 那麽其實看下面的停車 那麽這些狀況都大概知道一下 那麽因爲其實現時就是工作日 那麽因爲國內工作日10月8日 那麽就是下午的15點左右 3點左右 那麽我們看回這些入住率 其實都是相對可以 那麽就我們示範單位 就在這個我們八棟的一單年這裏 那麽我們國內其實很多人都要開這個電瓶車 電瓶車它就不可以上去花園上面放的 那麽其實都是可以放進去我們這邊 下面這個我們的車庫下面 那麽就是 都是做拍在下面的地庫那裏 那麽安全條例都是這樣規定 那麽你不可以直接上去我們那個單位上面 因爲就不安全 那麽我們八棟一單元 那麽這間下面的地庫呢 其實都是做得挺靚仔 那麽就這個可以按那個指紋 或者是我們如果是住戶 或者直接刷個簾 刷個簾就可以了 刷個簾 刷個簾 那麽膠樓標準都是這樣的 那麽同樣都是兩支四伙下 那麽後面這個就是130方的 那麽前面這兩伙呢 就是我們的106方 其實106方就是我們的110方的 110方的 那麽就是我們同樣一樣烏型的 只不過是每一套有少少區別的 那麽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膠標的一個 指紋密碼所 那麽入到去之後 那麽就 一個很闊的廳 成3米8的一個開間 那麽這個呢 那麽就是我們鞋櫃 都是我們的膠標來的 那麽這個位置呢 就後期做回我們 放回我們的那個餐桌 那麽後面就是我們的廚房 那麽廚房呢 那麽個人覺得呢 其實真的小一點 這個位置 那麽不會小一點 那麽一個廚房 那麽就一個H2連的格式 那麽這邊呢 出到去之後呢 還有一個工作爐台的 那麽我比較喜歡的 這個公共爐台呢 有河景體 那麽很棒 那麽還有呢 這個上下兩層呢 都做了這個 雙層革音玻璃 是LOWE玻璃來的 那麽還可以推開來 就是可以斜方那一隻 這個質量來說呢 就確實可以 那麽這邊走出去呢 那麽都是有我們的 看到河景的 那麽這個位置呢 其實可以放回一個 洗機櫃在這裏 平時我們 囊塞了三戶 囊塞了衣物 都在這裏 可以OK的 那麽就 那麽這邊呢 其實都有個門 有個我們側門 可以走出去 我們那個河邊的 那麽的 那麽這邊呢 就大小兩個 是吧 那麽都有一個 有個我們的 雷水器 這裏 那麽這邊呢 那麽這邊呢 都是我們的 膠樓標準 包括這些 這樣的 版面櫃 是吧 那麽這邊呢 都做了一些 類似磨砂的 那麽的材質 那麽這些 吊頂都做好了 那麽我再走出來 看這個 我們梳化區 那麽 那麽這裏呢 就是做回我們 電視背景場 都是其實我們的 交表送給我們的 嗯 你不需要額外自己 再去製造這些樣子 那麽 那麽這種呢 顏色格調 和這個地板 都是搭的 那地板呢 它是做回這個 大瓷磚 那麽 那麽都是比較少見的 因爲很多 他們也都是 到我們80左右 那麽呢 那麽呢 這隻這樣的 那麽的材質呢 摸起身呢 那麽其實就是 大小小那個 那麽呢 那麽那麽呢 那麽就是磨砂的感覺 是 但是又很乾亮那麽 那麽 那麽你不會說是 就是走下去呢 你說濕了水 那麽不會說是特別滑那麽 那麽安全性會更高 那麽 那麽我想那些吸水性 都可以的 那麽走出來 就是我們這個 主爐台 那麽爐呢 這個窗呢 是做回雙線的 那麽而且是做回這個 雙層的隔音玻璃來的 那麽這個陽光 真是很正 那麽 那麽一個呢 我們的藍香 好嗎 那麽看回整個內圓 小區的內圓 小區的內圓 那麽 那麽很容易的話 剛好是最中身的一個位置 不是那麽位那種的 那麽 那麽前邊呢 中身就是看小區內圓 後邊呢 旁邊呢 還可以看到我們一個 一線浩景 那麽 那麽這個呢 就是我們主爐台 那麽靚的太陽呢 那麽真的曬下咸魚幾好 或者平時在這裏曬下 曬下辣肉是吧 我就是客家藥 那麽人最喜歡 整個山灘魚 山灘魚在這裏 那麽就 儲快些防曬 在這裏曬下太陽 做回日光肉 那麽都可以的 那麽其實後邊這個 就是我們的另外一間房間 那麽就出不了來 但是它都做了兩 就是這裏上面 都是有兩個我們窗 可以開到的 那麽還有呢 那麽這邊呢 都帶回這些 帶回印之性的那些 那個 茶子顏色 茶子顏色 也是一個雙層隔音的 就是 下面那時候 如果有小朋友很吵的話 都不怕會吵 那好奇的話 如果你們喜歡房間大一點的話 如果你願意犧牲 這個的話 你都可以鋪過來 看你自己的需求 那麽沒錯 那麽我們看看這邊 這邊左邊 那麽這個 前面那些樓其實就是 文漢花園來的 那麽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 那麽天安呢 就是在他吉利 不圓的地方而已 那麽 那麽廚房 廳就介紹完了 那麽繼續看回我們的睡眠區 那麽睡房 那麽這個房間 那麽剛才就已經在外面看了一下 那麽現在再看回 那麽裏面的空間大小 那麽 那麽除了冷氣那裏沒有 那麽其他都是有的 那麽包括呢 那麽這些我們的地板 那麽地板 那麽地板做了少少這些美鳳 那麽包括這些這樣的 那麽多個我們那麽 那麽全部都是比較合調的 那麽這個呢 那麽就是我們的黑圍 那麽都做到三連式分離 那麽它這個 那麽浴區很大 那麽 那麽 那麽馬桶為主 那麽還有更多 那麽這麽的闊度 那麽絕對可以 那麽 那麽司令司後面 那麽就是我們的 那麽第二間房 那麽這間房 那麽這間房很便宜 那麽它可以看到 那麽我們的河景 那麽這邊可以看出來 那麽我們的河景 那麽 那麽這樣的一個 那麽我們 那麽別墅 那麽高層 都可以的 那麽遠處還可以看到三件 那麽這些 那麽全部做完 這些Low E的 一個帶茶子顏色的隔音玻璃 那麽如果你把那個床 即利用了這個飄窗 那麽半 大概到這個位置左右 已經有了 這個位置 那麽即是說 那麽這邊 那麽闊的地方 你可以足夠讓你放 書桌 或者是化妝桌 或者是這個衣� 都可以放開 都可以放開 因為我們一個飄窗位 來說 它是圓桌送的 大概有80公分 那麽看著這麽美的河景 多麽舒服 反而這個主人房 是看不到河景的 但是他又看得到 那麽可以看到 還有我們林浴 他那邊都可以看得到 他這個 同樣都是做了一個三段 食品的 Yuki的意思 就是在這個廁所這裏 沖著靈 可以看到下面那個河景 對 沒有那些帥哥在這裏游水 他是這樣想的 我估計 就是一個 我們林浴革位 其實都算是寬落的 嗯 都是做了三個分離 包括這些 全部都做了這些 防滑的一些材質的瓷磚 這個是一粒一粒的 對 帶了一些質感 有磨砂的感覺 那這個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 一個七字形的一個窗 是吧 不是這個光線融光是非常棒的 因為我們延遲在七樓 是吧 而且呢 就是這邊的一個採光面 都是更闊少少 相對我們 其實幾間房的採光面都可以的 因為呢 其實每間房都可以看 這兩間 看回南美的網內園 是吧 如果是我們那個 旁邊的房間 就看回我們那個後景 後景 其實都是很舒服 包括我們那個大樓台 都這麼長 這個呢 就是106方 如果是110方 那一隻 就再大一點 可能4個方 就分配在我們廳的房間 會有一點點出入 就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再提起 就是大一點點的烏型 130方的一隻 就在旁邊的 那來到我們這個130方的一隻 它是做到南北通透的 那而且呢 就是可以看 行景看得更貼切一點點 而且做到四房 那兩個廁所 那我們進去看看 那首先 門口這個鞋櫃 懸關位這裡 是闊了的 給我們那個 106方的一隻 那還有呢 這邊門口這裡 還有一個房間 那這個房間 是很大的 那做到 整個米8 size的大床 都OK的 而且做到三邊落床 而且還有衣櫃位 重點是還可以看到 美麗的河景 這個位置 真的非常OK的 這個感覺上 因為這邊看出去 就是很開揚的 那下面這些河的 一個我們河兩邊的 一些一行兩岸工程 那這些綠道 都全部整齊了 那看出去 挺正的 就是很治癒的 這種環境 那還有這條河呢 就是我們這個 淡水母新河 那所以呢 它的水質來講 都是非常OK的 就不是說黃磅磅這些水 那這個水 都是綠柔柔的 是的 沒錯 看得出來是乾淨的 這個呢 這個就是南北通 那這個主露台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河景 那看出去很棒 讓我看看 走出去露台感受一下 這個露台 至少都是有兩米多 一米半 是的 那你其實放在床上露台 睡都OK的 那其實這邊看出去 感覺上真的很棒 很舒服 這個呢 我們那個露台的自己 做完裝鋪了這些小石仔 包括這個 我們的板 都是它後面自己鋪的 那我們的膠景 其實就是瓷磚來的 那看出去就是這樣的感覺 那給大家看 從左到右感受一次 那這樣的一線 學景單位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惠陽 這個我們的淡水這邊 其實是很難得的 還是一個比較核心的一個位置 中心位 是吧 雖然這邊是潮北 不是潮南 嗯 但是它是側側的一個 嗯 是的 它也有南邊的一個 我們那個 南邊是十二師後面那邊 那其實呢 因為它早上 其實這邊是屬於東邊 這個位置是東邊 那早上呢 這邊這一塊 是有太陽可以曬到這邊 早上會有太陽 嗯 完全不是說沒有陽光那種 那當然你說採光呢 就肯定沒有問題的了 是的 我們再進去看看其他 那這個南北通的會議 那這個位置就是我們飯廳位 是 飯廳位出去呢 就還有一個我們那個 西路台 西路台 可以說是西路台 西路台 是的 是的 那後面這個就是我們廚房了 那廚房呢 那廚房呢 是不大 不大 這個L路形的設計 那如果是說呢 就再大一點點 這個就會完美了 因為其實小一點 我個人的感覺 那如果是說你自己想要 一些開放式的那個廚房呢 或者大一點點呢 那將這個拆了它 或者就將這一塊呢 都變成了我們 或者做了中島出來的 那樣 那後面這個 我們的路台在這裡 通鋪出去 那然後呢 就封了一個窗 那這一塊就大很多了 但是就需要後期自己改造 是的 那剛才就看了一個房間 是的 這個廚呢 它都在地大廈的 是有四米二的 就是這麼多的一個空間 是給了這個廚的 是的 因為它整 入政都去到 130平方 那房間就剛才看了一個 那這個呢 就算是 我們那個 主人房 主人房 因為它是檀向的 那這邊呢 就是一個我們主位 都是 三點式分離做到的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空間 這樣 都可以 那其實都是我們交標來的 這些位置 那其實呢 就除了這些床 這些帽子之外 這個整兩米大床 大衣櫃 三邊落床 那南向 看回我們的內圓 那其實就感覺很舒服 那給大家看看 這個看出什麼景 因為我們七樓 看出去呢 那其實這個呢 景觀都並不會拆 那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呢 就會 就是將這個露台 這個鐵欄杆 這個鐵欄杆 那裡呢 我就拆了它 這個位置 拆了它之後呢 看出去更加舒服 是的 拆的可以拆的 但是呢 必須要我們 我們營收完收了帽子之後 好奇自己拆的 那麼拆了它 就靚仔一點了 那走過來 那這邊呢 還有一排 這個可以做那個 左邊是房間 右邊這個可以做衣櫃 包括我們展示品 即是我們 例如說那些 自己的那些 照片 或者漫畫 藝術品 藝術品 或者是那些 那些 那些模型 不是車模 你們爛的 那這個呢 還有一個書房 這個房間就小一點 但是這個房間呢 是可以 出去看到我們那個 何景 是的 都很舒服的 是的 好棒 那這邊呢 再看看就是這個盒位 那客位呢 他同樣也看到何景 那也是做到三遍式回來 是不是 那我看出去 其實外面呢 就跟我們那個 客廳 那個露台蒙出去 就差不多 都是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 我們那個 最後的房間 第四間房 這間房 其實跟我們門口 入門口那間房 一樣 都是看到有何景看的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 爲什麽這間房間 這麽漂亮的視野 不做主人房 因爲這間房間是我們一個北邊的 所以他就沒有做主人房 就是南邊做了一個主人房 個人見解 就是如果我覺得 可能就看回何景 做這邊做主人房 是 你自己好奇的話 這邊來說 改一改 如果又不多的話 改一改 都可以做一個主人房 把這個位置做多個套房出來 都可以 除了你怎麽改造 因爲其實我們這個 旁邊六棟 還有我們的毛批單位 都會出售 只不過是我們七棟八棟 是這個精裝膠庫 這個就是我們大致的一個 壺形情況 是吧 這個積就貴少少 那就去到12000元的價錢起步 是 相對來講 比我們那個 106方的積就貴少少 因爲它的景 看出去都舒服些 是吧 那我們 繼續看另外兩個積 好吧 那來到我們這個 算是最小的壺形 就是88平方 那這個積就是 都是做到我們的二階一房 都是算是三房 是吧 這個我們廳這個空間 其實都幾闊落下 都算OK 是 那後面就是我們的飯廳 都是我們做到四人位 包括 都是送回我們的鞋櫃 給我們大家去用的 鞋櫃來講 如果按照鞋多的觀眾 其實這個尺寸 就是各偏小的 那可能呢 在這一塊這個位置 做回一個 多一個牌櫃 會很容易 在這裡 但是這些電視背景場 這些全部都是送的 都是我們的 是 那走出去看看我們的露台 那其實都是南向的 那這個燙門 這些質量都是一樣 都是帶回一些 一些茶子顏色 就是這隻隱私性的玻璃 那對面就看不到這邊 那這邊露台 是吧 露台大小都算OK的 這個位置 好像這些 這樣的一個欄杆 湖欄 跟其他的 真的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整體高度 會偏低一點 給我們很多看的 全數是這麼高的 但是這個位置 到這個位置 正常到這個位置 它會短一點 但是呢 其實對於我們這個高度來講 其實都算OK的 是吧 我比較喜歡 方便 就手 這些全部都是用304的 不鏽鋼材質 它就不同 其他這樣的一個 可能有些是用鐵 或者是銅 之類的 包括這些做雙層的玻璃 外面都是看我們內圓的 南向 就是這樣的情況 這邊還有少許縫位 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 就是這樣 OK 那裡面 我們再看一下 裡面的間隔 這個露台 就感受完了 其實都挺扯封的 後面就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 這個就是我們的廚房 廚房 是一個U自然的設計 雪櫃位個人覺得 偏小一點 只能放過單門的大雪櫃 但是這一塊的 我們的操作空間 其實都是夠用的 包括這個我們採缸 也有採缸窗 還有最後有個吊頂 也做回這個吊頂 OK 再看看睡眠區 Yuki 好 我們來到這邊 可以看到我們是二加一房間 先看看我們一個 死手間的位置 死手間來說 這邊的話 它是有兩大棉窗 都是屬於通風 空間來說 整體都是闊落的 這些全部都要包的 我們馬桶位的話 它不會說 左右邊很大 但是都是用得到 包括我們毛巾架 都是做的 它這個三段式分離之後 它這個死手盆 是完全奪落的 很長很大 包括我們擠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非常大的 我們看得深一點 這裏都是最大的 包括這邊的 其實這些 我們全部做的材質 都是挺靚仔 所以它會對得住 它這些品質 是的 還有這個位置 是長 比很多長一點的 嗯 這個看了了吧 這個沒有看 OK 這個房間 其實上面是沒有風箱的 交給我們 它也是做這個 我們一個 以露台形式 部件的房間 是的 可以做這個 我們那個 書房的形式 這樣做 也挺靚仔的 嗯 我們再看看 正余的兩個房間 因為其實這個 就是 二間房間的 其中一個 小房間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第二間房間 第二間房間的話 可以看到 它是做了 大概是我們 一個 這個床 定制的 那它有少少一個 缺點 缺點的話 它就是這個位置 它有些拿鳳好奇的話 你自己都可以 好像它這樣做 那這個優點來說 你可以看到 它是七自然的 七自然的話 前後左右 都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小區的 這個來源 包括 採光面來說 它都是比較 還可以在這裡 化妝 包括你書桌 都是有的 那如果你是平時 衣服比較多的話 你都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做衣櫃 或者其他東西 都是OK的 這個也是有的 那我們這個 就是因為 88平方 它還沒有兩個 四手間 所以這間主人房的話 它是沒有四手間的 那它優點來說 都同樣都是七自然 這邊同樣都是我們 一個南邊 可以看到我們一個 小區來源的 可以數一數的 那麼它這個呢 都是放了我們一個 三邊落床 尾半幾個床 的 空間展體來說 它都是舒服的 我們 7樓就是這樣 看出去其實都OK 88平方 三房一圍一局 它 帶在這個廳那裏 還有外面的景 其實都算OK的 是 沒有什麼 十分大的浪費 是吧 這個職 就是 相對 它的價單 就會貴一點 這個職 不是說 一萬零八百 它可能 大概去到 一萬二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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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說都是 最便宜最便宜最便宜 最便宜最便宜 都是106 是的 大職 當然如果你喜歡改善型的 看光景的 那 這個職 我都很推介 因為其實就是一個大平層 150方的圍形 那現在這個 就是做到146 我們150方 比這個更大幾個平方 這個我們先進去看看 這些椅子 其實我的梯戶比 都是做得比較小一點 我們是兩升三房 這個是一個吧桌 喜歡 平時喝酒的這些 在這裡 招呼一下朋友 單巴枝 雪茄 在這裡挺OK的 因為在外面還有一個露台 因為這個露台是小露台 旁邊那裡才是大露台 我們交標 這些圓關櫃都會做到這裡 這個也是我們的交標 先看看這一塊 這個梳化區 兩線燙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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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走出去 這個我們 如果這樣看 這個露台是小的 小的 其實不單止這一節 它這邊 另有這個 大空間在旁邊的位置 這一塊 才是我們這個 最棒的位置 這個這樣的大露台 其實真的挺正 挺舒服 這樣坐著 看著這些 這樣的一個河境 兩夫妻 或者跟朋友 在這裡坐著 聊聊聊 聊聊 好舒服 挺正的 或者拿一部 機子出來 打機都可以 是 或者如果那條魚關 摔得遠 摔遠一點 去釣一下雨都可以 其實這個位置 如果是說我們 就是晚上 大約六點鐘左右 五點零 六點鐘 還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 直陽 維持這一塊 這邊可以看到直陽 這邊這個方向 因為其實我們 在一個七字形的彩光面 這邊的主要朝向 就是朝東北的 東邊就是這邊這一塊 這邊這一塊就是東邊 早上太陽就這樣曬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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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是我們那個 飯廳 這個飯廳 進來看看 這個飯廳 一個我們 這個是六人位 大陸人位 再進去後面就是我們那個 廚房 廚房也很大 這個又還有我們 商門的大雪櫃 包括這個位置 洗著菜 還在洗著菜 還在看外面的河境 這個壺形其實值錢 就是這個河境 還有這個我們的大平層 其實我們在這個灣區 在我們這個衛州這邊 其實做大平層的壺形 其實真的不多 而且都是沒有河境 可以替改造的 這個我們天安其實就是 比較稀缺一點 就是這樣了 因為大平層 很多人 如果是說喜歡那些 就是那些 比較寬闊一點的空間 這些就比較OK 因為他們就 無論是房間 還有廳這些空間 其實都會比較OK 一點的 好了 我們再走進去 看看我們的睡門區 房間 這個房間 又看到河境的 這間是很多房間都可以看到的 基本上做了 米八大大床 三面六床 我唯一覺得這個窗 看何景這個 比較小的 對 如果再闊一點就完美了 這個也是一個 我應該說設計上的缺陷 我敢理解的 斜對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廁所 是一個客位 三面式分裏都做到 包括這些 這樣的空間感都OK 這一日即 這個客位 就不會對著外面那個 我們那個廚房 出去的工作露台 就是106那個 就有這樣的缺點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算是我們的第二間房 這間房間就會 稍微比剛才那間大一點點 可以看到它的空間 那它這邊的話 是我們小區 南邊的一個內縣 都是舒服的 前後都是有檢體 這間房間的採光面的話 它都是比較大 同樣都是做了我們一個 雙神革音的 第三間房 這間房 就完全是沒有 剛才那個 第一間房的問題 這個採光面就夠闊了 所以這邊看到 河景就更加闊了 我覺得是一個 視覺上面的一個 盛宴來的 這樣看出 這麼漂亮的 綠柔柔的河景 身色都會特別多 很治愈 這種大自然的風光 再加上我們 河邊兩岸的工程 都修飾一下 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 入門口這個位置 其實做一個 我們的衣帽間 兩邊 我覺得 就這裏 需要加一個 燙門可能會好些 走進去 這個就是我們 那個行為 這個 洗一門你喜歡 阿Yuki 左右一人一邊 一人一角 來吧 8個妝 這個就是可以看到 女的 爛的 風塘花 就是這樣 後面就是馬桶 最後就是我們的 臨浴甲 唯一我覺得 就是 其實 我覺得 加多個浴缸位 這樣做 是啊 其實我覺得 大平層 一個棋缸 一個浴缸 就會更加舒服 那外面那個 就是我們的 房間 這個床 這個就是 兩米大小的大小 三邊 下床 這個主人房 它也是看我們 小區的一個 南邊位的 是的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的 最大跡 150平方的跡 這個跡 就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暗碼 同樣都是最貴的 這個跡 可能要去到 13000元 13000元的價錢 才可以買到 這隻 150公里的大樓廳 同樣都是 戴裝修的 都是戴裝修的 如果我們來選擇 你想要的毛批 沒問題的 我們剛才 在開始的時候 都說了 有一間二樓 就是看不到這個 何景的 都是這個大平層的 是的 只需要 我們的 九至頭 9880元 這個價錢就可以買到 如果說 喜歡看 何景的 就要選 我們這個 八棟和這個 我們的七棟 才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位置 一路過去 都是我們的 跳投市場 買菜 其實都很方便 步行過去 就可以了 下面這個 都是我們的底窗 這邊 其實 這個燃豪這條路 沒有什麼大的 一個車樓 所以 這邊 我們說的 噪音性的問題 其實就比較少 因為基本上 很多人在這裡 散步 這樣比較多 一點 環境 真的很棒 很舒服 其實包括 我們這個 天安龍城 其實我們回去 這個 香港 其實也是很方便 雖然不是說 它是十分之一線 臨心 但是 它這裡 盛在說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配套 是吧 可能大家 對我們這個 木馬湖 都比較熟悉一點 其實這個 我們說的 這個位置 回去沙田地鐵口 和木馬湖 回到沙田的 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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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裡回去的高鐵 都是差不多的距離 但木馬湖 是相對於大瓦灣的地方 它算是一個 可能是網紅盤 熱門盤 只能夠說 大瓦灣來說 是比較多人去拍 提搭木馬湖 所以會比較多人 出名一點 大廈很多人沒有實時 在這個爐培 到我們沙田地鐵站那邊 其實它的時間來說 是差不多 因為惠陽片區來說 它基本上 沒有什麼新爐盤 基本上 都是那麼幾個爐盤 大瓦灣來說 它爐盤比較多一點點 所以就比較多人知道大瓦灣 同樣 這邊其實 一個 如果是說 我們的配套 老城區的配套 其實這裡 都是很成熟的 還有這邊 不是看到湖 但是它看到我們 一線的一個河境 那些河境 這個河 就不是臭蔥 如果是說那些臭蔥 其實有味道的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這是很自然的風光 自然 包括我們政府 這個河邊兩岸 做一些綠化 硬化工程 做一些綠度 顯得會更加英俊 這樣修飾一下之後 是吧 就是環境來說 其實是不差的 是非常漂亮的環境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 如果去我們沙田地口 就稍微遠一點點 相對去我們那個 高鐵 15分鐘左右 都能夠達到 還有如果去回我們那個 搭回我們的巴士 去回口岸 去回我們的 那個 衛陽汽車喊總站 都是十分鐘的車程 去到島 就是在我們這邊 這樣過去的 是的 總的為了這個交通出行方式 都比較多軌道化的 還有這裏是現樓來的 還有這些 這樣的 壺形選擇性 又比較多少少 800 106 130方 還有這個150方 這幾個積 每個積都有它自己 一個不同的賣點 當然如果說 總價最小的 當然是88平方 是吧 但是性價比最高 反而是這個 110方 106方 這樣的壺形 10800 這樣的價單 就帶來精裝的 而且是現樓 是吧 唯一還有一個不好 就是可能做不到這個低手期 因為它這裏 最低都要去到 我們15%的一個首付 才可以說是買到這裏 當然如果是說 是有錢存款的話 當我前面的東西 當我沒有說的就行了 總而言 這個都是一個比較優質 比較不錯的 現樓項目的大盤 還有它自己有這麼成熟的商業配套 這個是我們的天安里 是4萬平方的 裏面有吃的東西 喝茶的地方 還有我們賣東西去商場 包括這些淨巴 都是有的 包括我們唱K的也是有的 唱K喝酒 旁邊還有一個寫字樓 是吧 挺治愈的 我覺得 因為現在7樓 這樣看出來 都是很舒服很棒 還有如果是直陽西夏 這邊還可以看到我們那個 鹹蛋網 我們這個 直陽的一個景 其實就是很棒 就是這樣 我們這期的天安龍城 就分享到這裏 如果觀眾 對這個樓盤有興趣的話 隨時聯絡我們 我們發更詳細的資訊 給大家看看 或者抽個時間 過來這邊看看實體 是不是真的這麼美 OK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